因为这个跟超度写牌位有关系 跟念佛回向也有关系 那么亡灵都往生很久了 一个往生18年才被超度 一个往生了30年 我先讲往生30年的这个例子 这个是在中国大陆真实的例子 那这个人是怎么往生的呢 可以说有点冤死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还没有开放之前 他是在一个国家的单位里面工作 然后家属呢 接到通知的时候 是说他打点滴就走了 没有解释什么原因 可是家属赶到医院的时候 已经看不到人了 那他们就说已经送到殡仪馆 那家属要求说 那我要去殡仪馆见最后面 被阻止了 等于说被软禁了 他们就被送去殡仪馆 然后就有人看着他们 那家属强烈的要求说 我们一定要等到见到面 才要火化 可是也没有等到 也火化 等于说不了了之了 那不了了之最后呢 就是这个单位呢 就说让你们两个未成年的儿子 都进来工作 你不准再去探讨死亡的原因 那从这里我们就可想而知 一定有冤情 好 那么自从这个人死了以后呢 他有两个儿子 这个大儿子就开始精神异常 等于说有精神病 那精神病他发作是怎么样 他每次发作就打哈欠 然后就精神萎靡 然后开始胡言乱语 他说的是什么呢 我已经死了 你们心好坏 你们都不管我了 然后我好冷 他就讲重复的一直讲这些 但是家属没有警觉到说 这是他们往生的人的一个新生 就当作他是精神病 然后呢 这个往生者的太太 不久呢遇到一个老乡 他们的同乡 这个同乡说 我梦到你那个往生的先生 都没有穿衣服 就只有穿一件短裤 也没有穿鞋子 然后都流着鼻涕 在大街上走 他说大街上呢 有一些人在烤火 他很冷嘛 他要过去跟着烤火呢 结果那一群人呢 打他 把他撵走 那当 这个老乡呢 跟这个太太 陈述这个梦境 这个太太才想到说 对哦 他大儿子发病的时候 每次都说很冷 然后他想到说 他先生往生是没有穿衣服的 因为呢 他在医院里 看到他先生的鞋子 衣服 等于说鞋子衣服 都留在病床那边 所以他知道 他先生没有穿鞋 没有穿衣服 那因为他那时候 没有学佛 所以一般民间的人 他这时候就是什么呢 他去烧了衣服跟鞋子 给他先生 那烧了衣服鞋子 给他先生以后呢 他儿子还是发作 但是发作的时候 就没有说他很冷了 应该是有收到 那个衣服跟鞋子 那他后来发作呢 他这个先生呢 可能太苦呢 就起称恨 他说我已经死了 你们自己顾 你们自己都不管我 我不让你们过好日子 等于发了一个恶愿 结果他们家开始 非常的痛苦 怎么痛苦呢 他大儿子是精神病嘛 那大媳妇呢 就发作的时候呢 就一直骂他婆婆 他骂的话呢 就跟这个太太 生前骂这个往生的人 一模一样 等于生前的这个太太 骂先生的话呢 现在从他媳妇的嘴里呢 就一直骂 然后这个大媳妇发作完 每次都很难过 他说我真的不愿意这样 可是我不能控制 那小媳妇呢 更糟糕 小媳妇发作都是点火 他就拿火去烧家具 拿火去烧沙发 还有一次把瓦斯都打开了 是刚好邻居发现 要不然他们家可能就发生一个爆炸大火灾 然后他们承受这样子的家庭乱了三十年 一直到说 这个往生者的太太 遇到了真的念佛的这个道场 他第一次进到这个道场 当然就像我们今天这样念佛以外 那个道场呢 可以写牌位入位 就像我们这样 所以他像我家里这么乱 也很痛苦 他就给他先生写了一句牌位 然后帮他的大儿子大媳妇小儿子小媳妇呢 全部都写了入位 好 写完以后呢 过了两个月 他就这个道场 写这个文章是这个道场的人 这个道场的又遇到这个太太 这个太太啊 非常的感激 千恩万谢 他说真的是阿弥陀佛救了我们 我们家乱了三十年 他说自从我第一天去 给我先生写了牌位以后啊 我大儿子的精神病就好了 他就不再犯精神异常了 然后呢 他说他这个 现在他的这个大媳妇呢 也不发作了 那么小媳妇也不会再点火 等于说 两对夫妻的感情呢 已经非常好 那当然从这个太太 进到这个道场以后 他就开始念佛了嘛 对不对 也都有去共修 他也都有念佛 那么这样念的不到一年 不到一年 他就做了一个梦 他就梦到他往生的先生来了 然后这个先生就跟他说呢 我已经往生了 他太太问他说 你往生了 哦那我送送你吧 梦中 好 他就跟他先生走 走到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呢 他的形容就是 比皇宫还要漂亮 还要漂亮一个地方 就一个大门 然后他先生就走进去了 走进去 他那个门有一点打开 他的太太 从那个门缝看到里面 他说 太漂亮了 没有看过这么美的地方 他形容说 那种山水 鸟雨 花香啊 宝塔 他梦中自己心里想说 将来我也要来这个地方 然后 因为他毕竟他还没有姻缘 所以他先生在梦里就跟他说 那你回去吧 就把门给关上了 那他醒过来 因为他这个时候念佛已经快一年了 他也知道西方极乐世界了 所以他非常笃定说 我先生往生极乐世界了 我梦中看到那个地方 就是极乐世界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 那我分析给你们听 往生了三十年 一般假设没有让佛接引到极乐世界 就是做孤魂 有的直接剁三恶道 看你的恶业 那剁孤魂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稍息薄名医 就是给这一类的众生 他是不是会觉得冷 其实他没有身体了 但是他的执着 他的念头 他当时怎么死亡的 他就呈现那个样子 比如说死亡的当下 没有穿上衣 没有鞋子 他就是没有 哪怕你事后给他穿 他还是没有 他还是会觉得冷 而且在 这个无形众生灵界 跟人一样 是强欺弱的 他很冷想去烤火 结果那一群孤魂 可以烤火的孤魂 还打他 还撵他走 也不给他烤 等于说 这个众生的贪嗔是罪恶都一样的 所以就是假设没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要么就剁三恶道了 要么你在鬼界流连 就是属于这种状况 人间大多数的孤魂都是属于这样 所以他们需要饮食 他没地方住 除非你家里如果说有神主牌位 他还有一个七身之所 那有的很久了以后 譬如说死了很久 又没有被抄把走 他也没神主牌位了 就属于这种流浪的孤魂 就游魂 然后没地方住 没有的吃 那他如果没有衣服 他就会觉得很冷 那还是会被欺负的 那就是这种状况 孤魂界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现在人间很多 在这个我们这个世间 有很多孤魂是属于这样 所以我们为什么 每次超度 其实我们写了非常非常多的牌位 你不要看这个地藏殿 有无量的众生 好我们光是山门外就写了几十支 那光是帮这个苗栗地区所有的 譬如说因为车祸往生的啦 因为生病往生的 因为各种天灾人祸 人动物种种或山神水神所有的 不知道写了多少牌位 还有这个九幽十类的也写了很多 因为这些众生都还没有得度 他们都需要仰仗佛力呢 我们希望说他今天来 仰仗这个佛力 然后听闻到净土法门 可以直接到西方 才真正彻底解决 这是第一个 往生三十年才得度 第二个呢 往生十八年是一个出家师父的爸爸 他这个爸爸是我们台湾早期人民的代表 因为很多人都是这种很辛苦的过生活 他爸爸是怎么样呢 他爸爸年轻的时候呢 他是老大 那以前的老大都要负责抚养弟弟妹妹 因为父亲往生 父亲往生又留下一屁股债 他要替父亲还债 然后呢他有弟弟妹妹要养 他必须把他们抚养长大 让他们受教育 让他们结婚 等于是重担都在他身上 然后他是老大 他自己结婚又有三个小孩 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 你想象一般的人非常的苦 他经济很困难 所以他本来只有种田跟种菜 养不活这些人 所以他就去养猪 养鸡 养鸭 就做杀生 因为畜牧业比较能够赚一点点钱 好 那他父亲因为就是一辈子这么苦 他们也都没有学佛 那53岁那一 他爸爸53岁那一年呢 只是一个感冒 感冒咳嗽不好 去医院检查就是肺癌末期 然后到医院一个月就走了 他说他们当时没有学佛 只是用一般民间的习俗 就帮他爸爸就埋葬了 就做了一个后事这样 那他过了五年 他才开始学佛 这个出家师父 他爸爸往生 他大概只有22岁 他过了五年开始学佛 开始学佛 他说他了解到这个六道轮回 还有造作罪业 他从学佛以后 他就开始写牌位 帮祖先 帮他爸爸 他说他能够 就祖先爸爸就写大牌位 然后他爸爸饲养的那些 猪啊 鸡啊 他也都帮他们写牌位 就比如说写小牌位 写牌位 然后后来他更想学佛 他就白天上班 晚上呢去住在佛寺 他说他这样能吃素 能学佛 那他住在佛寺的那个师父呢 那个师父不是净土的 但是呢 那个师父有在打坐等等的 那么他就是住在佛寺那段时间 就放假就回家 他有一次放假回家 他都会陪妈妈睡觉嘛 那陪妈妈睡觉呢 睡到半夜没有办法睡 因为全身发痒 痒到他没有办法 他只好拿着棉被到客厅睡 连续三个晚上都这样 到了第三个晚上的时候呢 他还是全身发痒 他就做了一个梦 他梦掉一条很大的蟒蛇 就躺在他的这个脚上 他梦中很害怕 就一脚就把他踹开 然后因为 在家里都不能睡 又做噩梦 所以呢 三个晚上之后 他就赶快赶回佛寺 他说他赶回佛寺的时候呢 他师父在办公桌前 还在打坐 然后他想说不能打扰师父 就要静悄悄走过去 结果呢 他一走过去 他师父就叫他 他说你带了什么回来 他说没有啊 师父我一样就带一个包包而已 他说你想看看 你回家这几天 有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 因为他那时候没经验 他还想不起来 他说没有 他师父跟他说 你带了一条蛇回来 他说这条蛇是你妈妈杀死的 然后他师父跟他说 你现在去跟菩萨上香 就请菩萨慈悲 让这条蛇先在寺里修行 等到我们农历七月法会的时候呢 然后再写牌位 再超渡这条蛇 那这个事情过后没多久 他出家了 那他出家刚开始 不是净土法门 他也都有打坐 他说他刚开始出家的时候 一打坐 全部看到的 都是猪啊鸡啊鸭 就是他爸爸养的那些 他形容说 就跟动物园一样多 就是一打坐就看到 一打坐就看到 那他在出家的时候 还是继续写牌位 因为已经都知道 就继续超渡这些 祖先啊他爸爸 还有超渡这些 他爸爸所饲养的这些动物 他说经过三年呢 以后打坐看不到这些动物了 就表示说 已经经过这么多年超渡 可能有超走了 没有打坐就不再看到 但是他说 他一直没有他爸爸的消息 他不知道他爸爸往生以后 到底到哪一道 完全没有消息 那么他一直到 他好像是2009 2010年左右呢 他才开始到 纯净土宗的一个道场 就念佛道场 开始常驻 开始就是一心的念佛修行 那他去那里 没有几个月 隔年 就是我们在 这个固定共修的时候 固定共修呢 下午那支箱是 五点结束 就是 譬如说一支箱结束 大家才会回向嘛 他就形容说 那一支箱刚开始没有多久 他就闻到烟味 他说不可能 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人抽烟呢 怎么还是闻到烟味 他就把眼睛张开来 他看根本没有人抽烟 他就闭上眼睛继续念佛 这个烟味还是一直飘过来 而且他说奇怪 这个烟味很熟悉很熟悉 后来他想到 因为他爸爸生前 他说是抽那个黄色牌子的那种香烟 就是这支香烟的味道 所以他就心里有个树了 他就马上在心里 跟阿弥陀佛祈求说 阿弥陀佛如果 我爸爸 真的来到这里了 你让我看到他 他在心里就这样祈求 结果呢 不久 他就看到爸爸 他爸爸在南众念佛区 第一排的中间 他看到爸爸坐 站着 站在那个地方 然后一直看着他 他只能用心念 他一直用心念跟他爸爸沟通 他说爸爸你这一辈子太苦了 你现在要赶快求生到极乐世界去 你要赶快求生 他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姻缘 你怎么有办法都在人间这样子一直穿梭 因为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他这个师父的大嫂 就是那种拜祭公的 有那种先天有那种体质 都可以感应到那种孤魂众生 看不到 他爸爸往生以后呢 他爸爸都会去跟那个大嫂讲话 然后就是一直执着这个家里 譬如说他有时候去跟他讲说 我的坟墓啊 你帮我牵到比较干燥的地方 那时候有一次他二嫂难产 然后大嫂要去陪 要去陪这个二嫂去医院 他爸爸沿路都跟在旁边 就一直跟到医院去 等到他二二嫂生产了 才离开 等于说他爸爸的心念呢 一直执着人间 一辈子很苦还是执着人间 还是挂爱家庭 还在人间来来回回 所以他心念就跟他爸爸说 爸爸你一辈子够苦了 我不知道你什么姻缘 还能这样来来回回 可是你还是在六道里面出不去 你还是要堕落 你今天来到这里 你要赶快 赶快跟阿弥陀佛去西方 你才能得到解脱 可是他说他爸爸呢 就是这样一直看着他 都没有反应 也没有答应他 然后他有点着急 因为他就一直 有时候跟他爸爸讲一讲 然后再念佛 然后看他爸爸还是没有反应 他还是不断的劝他 你赶快发起信愿 你赶快跟阿弥陀佛去西方 你留在这里要干什么 他常常跟他这样讲 你留在这里到底要做什么 你这么苦 你还要留在人间做什么 去求生西方 就反复了几次 那么一直到四点多 这次香药五点结束嘛 那四点多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 他爸爸站在前方 出现了一朵白莲花 他说可是这个莲花很小 他形容就是大概一张椅子的大小 他当时心里还想说 这个我爸爸不知道能不能坐得上去 这莲花这么小 然后他那时候就一直劝他爸爸说 爸爸你赶快上莲花 你赶快莲花都在你面前 你赶快上莲花 赶快跟阿弥陀佛去西方 然后他爸爸刚开始都没有理他 可是可能 佛力的加持可能他有想通了 在下一个景象的时候 他看到爸爸已经站在莲花上 而且已经变了一个样子了 一般要往生的人一定会变年轻变好 然后他爸爸已经变得很年轻 然后呢 是穿西装打领带 那一个西装 是他爸爸给他大哥办婚礼的时候 穿的那一套西装 那个领带都是那个样子 然后他就是看到大爸爸已经坐 站在 站在莲花上 他非常的辛苦 他一直劝他爸爸说 你赶快去 赶快去西方 然后他说后来 他们还是持续念佛 后来这个莲花 他说就一直转在这个佛堂呢 就一直向上空旋转 然后就穿越了这个 佛堂的这个屋顶 就不见了 他知道说 他爸爸到了现在 往生的十八年 才真正的 阿弥陀佛的一个接引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我昨天 我觉得这两个例子 是非常的典型 很多人问我说 师父我们那个 家里某某人往生那么久了 还要超度 我说要 有的不止三十年 有的百年千年 都还在做孤魂 假设他的心念留恋人间 他的心念不想走 又没有善知识 没有善缘 没有佛力拔度 就是永远将做孤魂 孤魂也是一个世界 所以 你们想看看 我们的祖先 我们的冤亲再祖 我们所有的 这些过去生 生生世世的 有很多也都还是这样子 所以这两个故事 给你们参考 你们自己要要紧 也要 用你可以 讲的话 去跟你的祖先 跟你们自己的眷属讲 要放下 仰仗这个机会 仰仗这个机会 赶快去西方 只有去西方 才是唯一的一个解脱的路 否则 你没有去西方 就是要堕落 要么继续做孤魂 要么就堕三恶道 这个非常非常的痛苦的 所以这两个例子 你们要参考 那也 了解说 为什么佛门 要有方便写牌位的法门 是真的有利益到他们 写了牌位 他们来听经文法 然后跟着念佛 发愿 蒙佛接引到西方去 但是最主要最快的 还是要靠这一句佛号 靠阿弥陀佛的愿力 才有办法直接接走 因为是因为这尊佛的愿力 所以这个你们要记住 也可以提供给其他人参考 然后自己要好好的念佛